大事不好,这位司机大哥已经被僵尸病毒感染,开着青天柱全速冲向了警察局 这个时候油罐车一个打滑蹭到了旁边的小汽车,最后失控侧翻在了警局门口 如此巨大的爆炸声都没能影响到这位警察小哥享受美妙的音乐 就是不知道这位即将造访的客人能不能叫醒这个午夜沉睡中的浣熊市警察局 欢迎来到新生化危机 还是那句话,准备好跟着帝叔一起再次踏上恐怖之旅了吗? 这部生化危机系列电影的重启之作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现在就回到电影开头,回到阴森恐怖的浣熊市孤儿院 还是孩童的克莱尔总是能见到一个戴着人皮面具的女人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克里斯 但是这个小只男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妹妹 觉得克莱尔嘴里提到的女人不过是他的幻觉而已 男人的话可不能信,我们女孩子还是要自己找答案 于是克莱尔咚咚咚的上了二楼 他在一个教室的帐篷里面找到了那个怪女人 她的名字叫丽莎特雷沃 来自生化危机一带里面出现的女boss 之后克莱尔想深入到帐篷里面 结果被孤儿院的管理者给逮了个阵着 此时在背后默默保护妹妹的克里斯站了出来 谎称自己的妹妹父母双亡之后有了梦游症 这才让管理者威廉博士放下了戒心 不过那个人皮脸的丽莎成为了克莱尔在孤儿院的恐怖回忆之一 惊魂一梦之后 是经典的汉堡和油罐车司机 克莱尔坐着顺风车回到了1998年的幻雄市 大雨倾盆而下 司机一个没注意撞到了过马路的白衣女人 托行之后又被甩出去老远 按理来说这个女人肯定是没救了 克莱尔和司机都被吓坏了 就在两个人争论该怎么救人的时候 这个变异的白衣女人居然自己站起来跑掉了 克莱尔回头一看 这真是斜了门了 司机的狗被地上的鲜血吸引 舔得不易乐乎 殊不知这玩意吃下去可不只是要命了 人美心上的女主觉得我们是不是该找一找伤者 司机说拉倒吧 他可不想自找麻烦 等克莱尔转过身看一向树林深处 木然回首 女僵尸就在暗处死死的盯着他呢 猜猜这间餐厅里面有几个主角 这个正在被戏弄的新手警察是李昂 捉弄他的男人叫威斯克 后面我们叫他老威 这个拿着玩具枪和这些老爷们打赌的是吉尔 好 加过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主角就离谱 和这些喜欢捉弄菜鸟的臭男人不一样 吉尔对这个新手表现得非常友善 不过李昂注意到餐厅老板娘的眼角在流血 这是变异前的症状 顺便提一嘴 保护伞公司病毒已经泄露了 除了少量的工作人员和穷人 其他人已经早早地离开了这个鬼城 此次变异乌鸦撞击玻璃窗 一场僵尸潮很快将吞没这个绝望的城市 克莱尔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而这位司机发觉自己的爱犬又惹不对劲 紧接着狠狠的一口让这位大叔猝不及防 看来我们的卡车司机也差不多到达终点站了 克莱尔来到了哥哥克里斯的居所 对面那户人家的母子看上去可不太对劲 妹妹从未想过回到这个噩梦之地 要不是他收到一盘录像带 知道了哥哥工作的幻熊室出现了病毒泄漏 他是不可能回来的 录像带着的眼镜哥说保护伞公司将会采取行动 并塑清所有留在幻熊室的人 这就是克莱尔回来的原因 调查事情的真相 以及将危险告诉身为警察的哥哥 而在另一边 一个女孩突然从噩梦中惊醒 她说威廉博士的女儿雪莉 游戏中她拥有自我恢复能力 此时电话响起保护伞公司的指令传来 是时候撤离了 随即警报响出了整个幻熊室 保护伞公司已经按下了 肃清计划的倒计时按钮 克里斯需要离开住所 回到警局维持治安 对于独自在家的克莱尔 很快就会有麻烦找上他了 先是诡异的邻居 在窗户上留下了单词 来自游戏中的饲养员日记 这时候后门突然打开 克莱尔发现隔壁小男孩 躲在了餐桌下面 看来这对即将变异的母子已经按耐辅助了 红色皮衣摩托车 我们的克莱尔也是时候开始自己的主线任务了 而在主角如云的警局里 我们的警长写得异常烦躁 因为他的两个警员去了死兵赛洋馆 执行任务之后就失联了 他需要再多的各位大佬坐上直升机 去一趟死兵赛洋馆 当然不包括我们的菜鸟警员李昂 他的任务是去前台坑大门 显然我们的老威接到了自己另一位领导的指令 他走到更衣室拿上了小霸王学习机 里面有他这次任务需要的所有资料 空旷的午夜街道 这是急行的威廉博士和克莱尔 多年之后的第一次相遇 这样这个女孩再次回忆起了在孤儿院的遭遇 绝对浣熊是肃清计划还有五个小时 这个警察局的场景是不是想让你大喊一声爷爷亲回 然后就来到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 急迟的油罐车以及绽放的火焰 我们的司机完成了自己的旅程 警长开完枪之后让李昂关上警局的大门 他知道很快一场浩劫就要降临了 全程的电话线已经中断 种种的这一切都让这个警长相信 这个城市已经完蛋了 所以他要跑路了 而刚上班没几天的李昂瞬间就甚至成为了警长 直升机很快来到了死兵赛洋馆的外围 四位警员看到的是一辆被掀翻的空荡荡的警车 一只便宜的乌鸦引起了老魏的注意 然后我们的女警吉尔非常果断的射击 就很符合她在游戏中的人设 推开大门 四个警察来到了这个危机四伏的宅邸 为了能够更快找到失联的两位警员 老魏提兵分两路在死兵赛洋馆中苏巡 而他们的警长却已经开着车来到了出城的闸口 不过很显然保护伞公司的武装人员早已封锁了城市 他们可不希望僵尸病毒逃出幻雄室 眼见子弹还飞 警长只能赶紧打到恢复 等他回到警局的地下车库 噓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车库里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警长预感到有危险 连忙给自己的手枪上子弹 这时候就要小心了 前方高能 这僵尸侯可是非常难缠的敌人 况且这兄弟刚才慌乱中把子弹给打光了 这下麻烦大了 不过好在克莱尔及时出现 拿着灭火器各种怼 我记得游戏里面也没有这个近战武器 僵尸狗虽然解决了 但是警局门门海量的丧尸 正等着进来大快躲移呢 他们需要更多的武器来阻挡市巢 不过老警长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36G走围上侧 而现在唯一的逃生工具 就是死兵散阳广外的直升机 克里斯带着队友很快见到了第一只僵尸 他的啃实的就是失联的警员 一只丧尸很快就倒下了 不过这里可是丧尸病毒最先开始的地方 枪升之后 这些家伙知道又到了开饭时间 所以很快 克里斯的队友寡步敌众领了盒饭了 而面对同样局面 有主角光环的克里斯一点问题没有 屋内是枪升大作 而在寂静的直升机里 我们的飞行员在玩经典游戏 不过他的游戏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 反观另一个二人小队 老薇和吉尔这边 这大兄弟跟着小霸王学习机的提示 通过钢琴密码打开了一条密道 就在吉尔正在纳闷 老薇到底在搞什么飞机的时候 窗外就真的有一架飞机要破窗了 老警长前一秒还有一个求生计划 结果下一秒直升机就炸毁了 密道出现把老薇的伪装彻底撕碎 他只是用警察的身份作为掩护 老薇背后还有一个神秘女人 小霸王学习机就是幕后之人给他的 吉尔还是想让这个男人为了队友弃暗同名 不过人家可是《生化危机》系列里的经典反派 所以也是时候分道扬镳了 而在警局这边大门已经被丧尸们撞开 警长脑子一转 现在联系不上直升机 那就从密道前往死边塞洋馆找飞机就行了 而那条通道就在克莱尔小时候生活过的孤儿院内 虽然这个地方已经被废弃了 但是那个人皮面具女人丽莎依然在这里 除了她 一条大舌头突然卷走了警长 不用猜啦 拥有如此丝滑致命长舌的就是恐怖的舔食者 总算是来了一个不 搖手掌壳打不死这种级别的怪物吧 就在菜鸟里昂危在旦夕之际 丽莎突然出手 和舔食者一番搏斗 最后手脚并用给傲娇的潜食者好好上了一课 让她知道知道 谁才是这个孤儿院真正的主人 而丽莎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一直把克莱尔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之后丽莎还把两个人带到了可以通往死边塞宅邸的房间 这件教室勾起了克莱尔的回忆 要不是她拼死逃离 或许自己现在已经死在了这间孤儿院 丽莎把钥匙递给了克莱尔 仔细看 游戏玩家一定对这些解谜钥匙不陌生 丽莎指的墙上暗藏了小孔 把钥匙插入 墙后是连接斯宾塞洋馆的电梯 不过也是时候和可怜的丽莎说再见了 而在洋馆间的克里斯被僵尸搞得有点狼狈了 好在杰尔够一起回来救他 一二百人的大兄弟哪有后面各种耍威风 坐着电梯 克莱尔来到了一个杂物间 放映机里面的录像让他大为震撼 孤儿院一直是保护伞公司用来做人体实验的秘密场所 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折磨致死 老薇穿过命道来到了实验室 而威廉博士正在准备打包带走邪恶的疾病毒 这不巧了吗 我们的老薇就是奉命来拿病毒的 不过这瓶子里的东西可以说是威廉必身心血了 他怎么可能拱手相让 威廉倒下了 这老婆为了丈夫也是不要命 非要为了这该死的病毒丢了小命 眼见自己就要嗝屁了 威廉博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把疾病毒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本来老薇拿着东西准备走人了 结果威廉的女儿雪莉也举枪了 就在老薇转身的瞬间 背后的吉尔果断开枪 今天注定是大反派老薇拿不走疾病毒的一天 在死前这位大兄弟念及就情把情报告诉了他们 凌晨6点 保护伞公司就会诈贫换熊士 他们想要活着离开 唯一的办法就是下面隧道里的逃生火车 为了给他们的撤离之路设置一点障碍 威廉的疾病毒终于奏效了 最终boss闪亮登场 上来就欺负我们家克里斯 这是多大仇啊 不过问题不大啊 克莱尔手里的现弹枪有点小猛 直接把威廉的记忆形态打残了 此时整个浣熊是存活人数只有五人 这几个人可都是游戏历代的主角 这不死光环都快把我闪瞎了 杰尔和梁这就把火车开起来了 兄妹俩外加一个雪莉 惬意的等着发车呢 主角团成员马上就要逃出生天了 结果这时候死兵赛阳光轰然倒塌 突然地击下沉再加上垮塌产生的冲击波 瞬间把铁轨给压垮了 火车因此被困 然而更加后不单行的是威廉紧追不放 G1形态打不过你们这些主角 那我就升级变成G3形态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大boss 我看你克莱尔还削不削张 不过克里斯知道这怪物的弱点就是眼睛 把他的眼睛都打爆就能通关 可惜就可惜在走的匆忙忘记带子弹了 全队输出克莱尔都已经害怕的无眼睛了 这下可怎么办呢 诶 这个时候一直在打酱油的里昂居然开挂了 撕成了一个bug武器RPG 一砍过去直接送大boss上了路 好家伙 我是属实没想到反派能被你们欺负成这样 此时六点已到 保护他公司的肃清计划开始 整个浣熊是瞬间变成了无数的尘埃 但是爆炸波及不到地下通道 所以主角五人团就堂而皇之地从隧道里面走了出来 我能说什么 太他们的任性了 结尾彩蛋我们的威斯克老威居然死而复生了 还戴上了他标志性的墨镜 而老威背后的这个神秘女人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我是帝叔 新生化危机各位还满意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一个电影 再见 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 Ada 我的名字是 Ada Wong 什么你想从我 wa它的另一个äll curiosity 两 咱们 结馳 咱们